子宮頸抹片檢查是目前國際公認可有效降低子宮頸癌發生率與死亡率的篩檢工具 國健署有建議婦女常常是家中主要照護者 往往忙於工作、家庭而忽略自我健康 由於子宮頸癌早期沒有明顯症狀 透過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查才能發現子宮頸的病變 這個從過去史達史萊裡面的第一位能夠降到現在的第八位左右 那麼發生率也調出了10名之外 可見這樣的一個政策對於我們保護保護我們領先說非常有效性 在這樣的有效性就是無疑說大概有組合資格的就必須要接受這樣的一個篩檢 才能夠得到的保護 那麼WHO希望我們203年能夠消除免許子宮頸癌的這個威脅 那我想我們公共同一家屬未來這幾年 會持續的強化在保護免許子宮頸癌的政策上 那麼WHO希望90%的女性都能夠得到 做這個所謂的HPV逆調的一個接種 那這個部分我們從106年開始推動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目前也是達到這樣的一個標準我們希望能夠持續下去 那當然人群會關心 那麼男性是不是要一起打 那跟大家報告因為我們一直也重視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呢持續在跟社會溝通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的政策未來能夠來落實 能夠達到所有的保護能夠夠完整 那第二個大概就70%的以前都可以 得到更有效的一個篩檢 檢查的意思就是到更早的一個篩檢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強化在整個子宮頸癌未來的一個政策的一個潮流 希望能夠達到這樣的標準 那剛剛大家已經知道說在這個子宮頸癌的防治上面 定期做子宮頸抹片檢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數據已經顯示說 它可以有效的降低發生率跟死亡率 甚至高達7成以上之外 我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同一個人的故事 我們在排到服務的經驗 我們其實看到很多的個案 真的就是透過早期的篩檢 然後早期的早出癌症 早期的治療 然後改善癒後的 那各位知道我們家庭醫學科 我們家庭醫師就是比較激活一點 然後常常我們看的病人說了他自己 平常例如說三高控指頭慢性病 我們大家會習慣幫病人注意一下 他有沒有一些防治血應該要做提醒流液的地方 所以像我們有一個五十幾歲的女性患者 他平常在我們的門診就是看三高慢性病的控制 並且拿去光籤 但是來的時候我們就會習慣上對抽空 幫病人查一下說 他有沒有意思已經符合我們政府的福利 癌症篩檢這樣子 應該做但是還沒有做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位患者就發現 他大概五六年都沒有做子宮頸抹片 那當然他是有性行為經驗的 或很資格的患者 他就提醒他要去做 可是為什麼遲遲都沒有去做呢 一問遲下才知道 也不是說因為工作太忙了 原來現在他很害怕內症 所以對於這個檢查的過程中 有一些抗拒或擔憂 所以就一直遲遲沒有去做 那當然我們這個慢性病控制好處就是 我們跟病人可能會有比較長期的意念關係 所以他也是常常的幾次的跟他說明 檢查的過程 準備的過程 那這個不舒服的程度 其實很多可以藉由心理準備 還有很好的前置作業來降低來改善 那我們這五十幾歲的患者 他終於最後一次就答應 終於願意來做我們幫他安排這個 子宮頸抹片的檢查 不過後來報告出來也真的是有異常 異常之後他除了自己收到報告之外 我們醫院大概也都會電話去通知 提醒這個有異常的民眾 一定要回來做進一步的確認 那當然後面我們也 這個通知我們的患者回來 到婦產科這邊做進一步的確認 結果真的他就是CIN3 然後是一個重度的病情病變 那這個如果呢 白症不管他 他確實有可能會進一步 惡化成清洗性的癌症 這我相信等下 某藝術長會跟我們做更多的說明 所以以這個故事呢 我們就看到說 當然這患者他自己也很慶幸 然後說也感謝我們 有一直提醒他去做這樣子的檢查 做篩檢 然後才可以早期的找出 可以比較簡單一點處理的 因為婦產科技師回來也有跟他說 他是如果繼續擺著的話呢 變成清洗性的癌症 後面處理的治療的方式 整個故事就完全不一樣了 比如說以這種叫非典型的 臨狀上皮的病變來講 那這一種的話呢 有幾種處理的方式 一個就是說 現在發現有這個異常 但是呢 你可以考慮在自費做一下HPV的檢查 如果自費的HPV檢查 告訴你是陰性 那其實你有問題的機率非常低 你就跟一般人一樣 就一年做個追蹤的方式就可以 但是假如你的高危險 就是會導致一些癌症病變 或者癌症的 你的身上是有這個病毒的話 那你就必須要進一步 來做這個陰道徑的檢查 那陰道徑檢查 假如發現是 的確有已經癌症病病或癌症 那就必須要做切片 那根據這個切片的結果 來決定你後續大概要怎麼做 可是只要在癌症病內有抓到的 大概你子宮頸做個追蹤切片 子宮頸其實都可以被抗癌 比如說我簡單舉一個 例子來講 比如說那個你小婚小姐 那到32歲的時候 我年輕人 解婚沒在哪裡 然後我快高齡了 所以就想要懷孕 那就先去做這個婚前的 婚後孕前的檢查 那檢查的時候 醫生問問他說 你要不要順便做 我們OK 我們也達到可以幾步的年齡 他就順便做 結果做完之後 告訴他 哎呦 這個是愛情病電 後來一問才知道 我原來他18歲的時候 該什麼心情 可是在那個年代 還沒有所謂的HPD的疫苗 所以他當然是沒有打的 那時候就可能在年輕的時候 有心情危 有不曉得保護自己 就改善到這個 經過10幾年的時間 他就進展到愛情病院 不過還好 這次抓到了愛情病院 他接著進一步做這個 追狀的切片 那切出來呢 發現他裡面 就是只有病罩是局限性的 然後也很乾淨 所以他後面只需要 做普遍的追蹤 他經過半年以上 他的這個傷口復原之後 再經過一年的時間 跟他訪運 那訪運的過程中也都很順利 再經過再一年 就有剩下一個檢查 國健署資料顯示 6年以上未做過子宮頸癌篩檢者 罹患子宮頸癌的風險是 3年內曾做過子宮頸癌篩檢者的3倍 尤其早期子宮頸癌個案經治療後 5年存活率可以達9成以上 而晚期才治療存活率僅有2成 因此定期檢查有助提高存活率 記者問君台北報導 再麻煩大家一起站 THERE 谢谢大家